牽涉2011年洛县监狱求案的洛县警局前副局长保罗田中 因为主导妨碍司法机关调查的罪名 在今天被判处5年的监禁 田中是目前涉案的洛县高阶警证人员中 被判刑期最长的一位 在4月被陪审团认定有罪后 田中今天被联邦法院正式判处5年监禁 于今年8月1日开始服刑 除了监禁 田中还被判处7500美元罚款 根据检方消息 2011年洛县监狱求案爆发后 在时任洛县警局副局长的田中的主导下 多位洛县警局人员谋划阻碍司法机关调查 隐瞒关键信息 并威胁当时正在进行调查的联邦探员 虽然田中的辩护律师表示 主导人是前洛县警局局长李贝卡 田中只是听命行事 但检方收集到的证据 还是让陪审团确认田中有罪 这起洛县监狱丑闻 目前已经有18名前洛县警局人员被联邦控罪 此前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的前洛县警局局长李贝卡 则是在本月早些时间 向法庭提交自己罹患老年痴呆症的文件 不过相关部门表示 李贝卡的病情不会影响他认罪协议上的6个月行期 李贝卡将于下月正式量刑 他在本月中有20号码警局长李贝卡 他在本月中有20号码警局长李贝卡 他在本月中有20号码警局长李贝卡